自来水公司在吉安火车站南昌村一带进行配水管线态换工程 为了不造成路面重复刨除 特别和吉安商工所协调 同步完成路面刨除工作 乡长游书珍表示 这是中央与地方协力的成果 不仅避免路面重复的浪费 也能让附近居民通行更加方便 自来水第九区管理处 今年3月开始在吉安火车站前南昌村一带 进行配水管线态换工程 为了避免道路重复刨扑 浪费金钱又造成民众出入不方便 这次工程特别和吉安商工所协调 共同一并处理全路面刨封作业 目前整个南昌街一带的道路都已经重新铺设完成 路面整坪相当舒适 乡长游书珍表示 这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协力的良好示范 未来期待能够和各个管线单位共同合作 把道路开挖刨坡工程 对民众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 上次我们县政府到公所来举办下乡座谈会报 我们村长非常关心 整个大南昌村因为水管 台湾之后的整个路坪问题 谢谢我们自来水公司 听见我们地方需求的声音 县政府的协助 让我们在整个南昌村的路面上面进行了将近6200多 黑美的大规模的道路铺陈 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的乡亲 在我们自来水管挖的部分 尤其是道路挖掘 大概都是因为民生需求 用水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挖掘 我们希望在符合民生的区块里面 也希望我们自来水公司跟我们地方 跟我们的乡镇跟我们的村里 都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个默契跟结合 我们可以符合民生需求 又可以做好地方的建设 这项工程不止改善了南昌村一带自来水管线 老旧漏水的问题 连带长年来道路坑洞破损 行车困难状况也一并解决 而且居民不需要忍受两次路面刨铺工程 让南昌一带的住户感到相当满意 这路以会既然相报道 说要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